次次来年年约岁岁剧 连伴六届的进博会折射出了参展商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幸运的四叶草助力海外企业深耕中国 第六届进博会上不少头回客已经变成了回头客 展会现场还能看到来了三位进博铁粉再度赴约 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信心更有雄心 在这里他们探索到了进博密码 并愿意与全球展商采购商共享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黄浦江畔四叶草造型的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在迎全球客商的欢聚时刻 11月6日上午进博会如期而至 在这个盛况空前的展会中 中国迎来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 其中叙利亚品质生活馆尤为引人注目 今年叙利亚带来了一系列精致的产品 包括香皂、玫瑰精油、服饰等 叙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哈桑内·哈达姆 在现场面对记者表示感谢 并表达出对中国在叙利亚重建过程中 提供帮助的赞赏之情 据他透露 中国政府对于叙利亚的重建 给予了极大支持 不仅送上3000万的援助 还派出了救援队和医疗队 抚平了叙利亚的创伤 旭方驻华使馆的大门将24小时向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敞开 在进博会消费品展区 上百块鼓噪有序地累在一起 模拟出厂前的风干现场 仿佛将人瞬间带到叙利亚的造造教窑 这些四四方方的土褐色肥皂 是进博会的四朝元老 经过三年镀金 他们从平淡无奇到炙手可热 甚至在自己的国度中成功升格 以11%的出口率在今年登上了叙利亚出口产品清单 叙利亚进口馆负责人小董说 从四年前将鼓噪带来试水 到如今祸不能停 叙利亚鼓噪的升格之路 正是进博会溢出效应的生动体现 而对造类 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消费品来说 从原本在叙利亚国家出口品类中占比接近于零 到如今超过10%的巨大跨越 也促使它在更续传统中迸发蓬勃生机 越来越多的叙利亚商人 也由这块小小的肥皂 感受到开放的中国 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的真诚 如目领冬里的温暖春风 从事中续贸易多年的小董 几乎每年都会查看叙利亚的出口产品清单 在他的印象中 早年该国的出口品主要是农产品和能源 但历经近十年的战乱 加上欧美国家的经济制裁 叙利亚不得不调整商贸重心 无论是产品还是市场 2018年第一届进博会开幕 小董带着为数不多的叙利亚产品来到现场 包括股灶 在他看来 叙利亚生产出了全世界第一块肥皂 当地最老的灶厂拥有800年历史 中国的消费者应该能接受它 当二三十块股灶0033被买走 似乎波澜不惊 但时隔两个月后小董接到了第一个回购电话 之后这类电话隔三差五出现 到了第二届进博会 他囤了一两万块股灶 而市场也没有让他失望 几乎每三个来逛展台的观众中 就有一人会下单 同时股灶还进驻了上海两家叙利亚进口馆实体店 并开通网店提高了全年的销量 第三届进博会时 已有人专为股灶而来 而随着叙利亚进口馆实体店在全国落地 股灶也走进了更多中国家庭 销量呈指数级上涨 当年存货量已达10万 这让叙利亚厂商发现中国的订单 正成为公司当年收入的最大来源 中国市场正成为公司赖以生存的最大平台 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 当饱受战乱 制裁所苦的叙利亚商人 发现中国的庞大市场后 一夜之间不少制造者 已开始着手建设新的厂房与生产线 甚至带动了当地原材料 运输等相关领域的景气 小董说 今年起进口股灶没有了存货的概念 每月订货 货到即售 大量交易在中序之间流动 对叙利亚企业来说 这是他们更好生存再发展的基石 本届进博会上 还有更多叙利亚品类展品登陆 与鼓噪商一样 他们走进中国 看好中国 信赖中国 参加进博会前 叙利亚商人穆罕纳德一度认为 堆积在货架上的鼓噪 会被永远遗忘在世界的一个角落 如今 坐在热闹非凡的进博会展台前 叙利亚商人穆罕纳德 依旧惊叹于中国庞大的市场 带来的巨变 每月订货量稳定在5至6吨 只有采用空运 才能满足订单速度 从最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 从初创公司到世界500强 从智能制造到农食产品 进博会串联起跃跃欲试的全球企业 和摩拳擦掌的国内客商 进博效应辐射全球 我每次去上海都是笑着回来的 麦克龙51岁女商人 塔卡姆是进博会常客 今年是他第四次参加进博会 前几届进博会上 塔卡姆发现中国消费者 对纯天然产品格外青睐 因此今年 他专门挑选了纯天然成分的桃花心木油 塔卡姆颇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几十年从商生涯中 他在很多国家参加过展会 但进博会效果更佳 最好的展会总是在中国 要把最好最新的产品送到进博会 让更多人了解家乡好物 进博会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订单 还有希望 进博会举办以来 很多参展商发出类似新声 凸显进博会的强劲词力 叙利亚展商阿迪布告诉记者 进博会参会成本不高 对于像我们这样来自叙利亚的小企业来说 这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巨大机会 企业从进博会出发 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 首次参展以来 企业在中国完成了注册商标等合规程序 针对中国市场进行初期品牌建设 还计划推出新包装 给中国客户带来惊喜 本届进博会 中国为来自3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 约100家企业提供免费展位 搭建补贴等措施 持续推动这些国家的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从1956年建交至今 中序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一直都维持着友好邦交 未来文明交流互建将是中序民众交流的重要基础 亦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保障 更为世界文明交流互建增光天才 当然除了叙利亚 我们同样还能看到中国的另外两位铁粉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在本届进博会上 展示的阿富汗地毯类型更加多样 今年阿富汗展商阿里 法医资的展位比去年更大了 装饰也更加精致 连续四年参加进博会 阿里共收获了2000多张 阿富汗手工羊毛地毯的订单 每卖出一张订单 就能为一个阿富汗家庭赚到一年的生活费 是进博会为阿富汗商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开了一扇窗 帮助阿富汗民众提高收入 让我们看到希望 2021年的进博会上 巴基斯坦小伙哈比 带着喜马拉雅盐灯参展 短短六天就卖出了大约18000件 足够装满一个集装箱 今年 哈比又带来了巴基斯坦特色的骆驼皮灯 据他介绍 这是骆驼皮灯首次进入中国市场 骆驼皮灯在巴基斯坦有着900多年的制作室 和很多飞移项目一样 骆驼皮灯目前正面临着传承人青黄不接的窘境 为保护这一飞移项目 哈比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非常大 进博会则是面向中国市场宣传的最佳平台 我们尝试把骆驼皮灯带到进博会 只要中国消费者有兴趣购买 就可以带动巴基斯坦的骆驼皮灯工坊 走进中国市场 有钱赚 有前景 巴基斯坦的年轻人自然会投身于骆驼皮灯的传承中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进博会的舞台上不只有跨国大公司 来自全球的手工业者们也在此绽放着光彩 一路走来 中国对小国是充满同情的 但此举更多的是展示中国对小国一视同仁的态度 许是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就总想为别人撑伞吧 善良的国家和民众能做的是 用强大的姿态为那些受委屈的国家撑腰 而不是像那个到处拱火的国家一样 自己淋了雨 所以也要撕烂别人的伞 沿袭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坐标系 越办越好的进博会 持续释放磁力与魅力 更加开放的东方大国 正牵手世界 共创美好未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期待哪些商品出现在中国的市场上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